一寒起冷风满 酒洒河山 仰望蓝水云烟 翩翩却过 彩池法郎 现在是有个特展 这是乾隆时期的阳彩 山水人物观音坪 中国慈禧跟西洋技法的结合 乾隆与之诗 就是喜欢写诗 还喜欢题字 诗写的很臭 字写的也一般 但是没人敢说呀 据说三西堂里边有两西是假的 谁敢说呀 不说就是真的 看乾隆提示了 五天凤叶落 六出五飞飞 哎呦有意思 法郎彩 法郎彩小碗 很漂亮 下面给了一个反射镜 让你看出来底款 现在我们看的是青宫法郎彩的特展 这些都是法郎彩 这个有一个圣朝人的诗写在这里 法郎彩的太平盛世晚 这个叫万无光辉 一山大友 九渠西岛 乐生平 千龙提的 写的好吗 法郎彩绿地 福山寿 彩虹山碎盘 这个厉害 这个厉害 都是千龙写的诗 都是他写的诗 他今天写诗 可能明天就会忘记 昨天写的什么诗 我相信这一点 这不是哪 这庸正 庸正法郎彩 庸正的就雅气了很多 这又是乾隆的 很复杂 这个小尾是庸正的 这几个都是乾隆时期的 乾隆时期的 乾隆对法郎彩 但是 比较喜欢 乾隆皇帝 喜欢做 对称的这种方式 射击器具 虽然蹄子不一定一样 但是它要对称 乾隆做的 官邀 这又是一对 这又是一对 法郎彩也算 全球化的一个结果 拧进了西洋计法 红帝 芝兰 朱寿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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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这个朱寿 以前都没有接了过 才刚刚拿出来 很多东西 从北京故宫南迁以后 就没开个箱 上次看的那个 陈箱展也是第一次开箱 哇 这个桌子真精致 还漂亮 这一张叫木匣收纳 乾隆皇帝推动法郎彩器具 专门做木匣 专门做木匣收纳 以南木支撑木盒 内衬软垫 一形挖草 太强烈了 一照形状去挖它的草子 这个时候都故宫老千 403 两件 这是谁的手笔 哎 就这个东西 有两件 乾隆玉笛 两财 写完这把给收完了一会 收起来 替朕收起来 各匣里 谁都不移动 可是后来呢 再后来呢 黄玉翔进去了 哎 又进去了 不少人 都给弄走了 开始了 西洋人物 这里这边 还有耶稣 还有圣母 一帮羊合上 这不是羊 啊 羊彩开光 十八罗汉 膽平 十八罗汉 十八罗汉 一弄就是两个 这个叫羊彩皇帝 福寿 锤瓶 叫锤子 这个呢 这个叫脸瓶 翻脸瓶 哎 翻脸 就是洋人的莲花 那个翻脸 这是个羊彩的专辑 客展 全部是羊彩 也还主要发生在 英政和乾隆这两朝 这个叫脸床 好 没啥 哈哈 买买的国际 弄我的圈呀 弄我的圈呀 吃不完的战修 华我的圈呀 华我的圈呀 听我的风格 收我的力呀 收我的力呀 让你的风快 弄我的光的脸 弄我的脸 哈哈 买买的国际 弄我的圈 吃不完的最秀 华我的天 听我的诸葛 华我的圈呀 买买的国际 弄我的圈呀 弄我的圈呀 吃不完的战修 华我的圈呀 华我的圈呀 听我的风格 收我的力呀 收我的力呀 让你的风快 弄我的脸 弄我的脸